岳翼拥兵子重 想自立为齐王 父亲 不可不妨碍 因为灭宋 而实力大损的齐军 很快被击溃 燕军占领齐国都城林姿 齐国的重器和财富 被燕人截掠 岳翼主导的破齐之战 是燕国有史以来 最辉煌的工业 燕昭王终于报仇了 大王 上将军已经攻破了林姿 再报一遍 上将军已经攻破了林姿 好啊 苏子 苏子啊 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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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年国的仇到了 燕昭王的复仇 已完美收尾 燕军一鼓作气 连下七十多座城市 偌大的齐国 仅升东海之滨的两个城市 苟延残喘 大半个齐国沦陷 燕国之威名震动天下 齐国的灭亡 似乎近在咫尺 上将军 大王来信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燕军放缓了进攻的节奏 致使齐国的吉墨和举城 存活了五年之久 大王的意思 还是围成 围而不灭 都回去歇着吧 诺诺 施家一直在追问 愿意为何围而不打 只是一战而弥锤千古的良机 百百溜走呢 太子有话就讲 三年了 三年了 吉墨和举城还在齐人手里 区区两个小城 愿意为而不攻 父亲 你在说什么呢 寡人听不清 上来 岳云 拥兵子重 向自立为齐王 父亲 不可不妨碍 大胆 大胆 谁替燕国报仇 谁替先祖学的恨 是苏卿和岳亦不是二等 你身为燕国太子 你身为燕国太子 竟然在寡人面前诋毁上将军 你可知罪 儿子知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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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有朝一日 你做了燕国的王 记好了 务必要善待上将军 在齐国即将灭亡的时候 燕昭王决定推行王道 以仁爱夫妻 燕国的王道思想 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走向 战争前期是为了复仇 因此畅快凌理 后期为而不攻 是燕王在昭示仁爱 等待苟延残喘的齐人 从内部自行瓦解 燕国历史悠久 以周礼为核心的治国思想 传承了数百年 周礼塑造了燕人的文化基因 讲道德重仁义的王道思想 一直是燕国的传统 秦国三十八位先王的牌位 都在这里了 都在这里了 上周暴虐 闻王娶而待之 少公立焉 一立之国 永远都不要忘记 我们是文王 少公之后 战国时代 六国变法图强 不约而同走向了霸道之路 唯独燕国固守王道传统 带上所有的竹简 博书 今夜就出发 燕昭王死后 即位的燕惠王猜忌越义 越义逃亡赵国 失去了越义的燕军 很快被齐人打败 外墙中竿的燕果 昙花一现 迅速衰落 再次变成功